2023年的夏天即将来临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帮衣服换季了 准备迎接洋气蓬勃的丽夏 而节气的交换也是运气交替的时候 有三位生肖宝宝要特别留意 丽夏开始的一个月的运势哦 在这里要提前给你一些小提点 希望能够帮助你生活更顺心 首先呢是蛇宝宝 脾气火爆惹纷争 很容易心烦意乱 放大生活中看不顺眼的地方 以至于呢会跟最亲密的人有口舌之争 建议你呢看不顺眼的地方 淡定以对 避免小事化大 伤了与亲爱伴侣家人的缘分哦 第二个是马宝宝 心火过旺发炎多 特别要留意健康的问题 夏天呢是火气满满的季节 很容易让你心火旺 以至于身体各处发炎有状况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症状 以不舒服就要就诊哦 以免耽误最佳的诊疗时机 第三个是猪宝宝 无意放电引是非 最近交际应酬会变多 在交际的场所会不小心 放电给你无意往来的对象 以至于被误会或者被纠缠 记得保持良好的界限 理性应对才能够全身而退